所以說呢 我們記者會要進行 我們記者會在進行中 我們在前門打喔 你媽在前門打喔 你不要點我快走進來聽 有想到台灣的政論節目 在製播的時候 有新華社中共派人來叮燒 民進黨團開記者會 也有陳玉甄立委在旁邊叮燒 你待了很久了 好 那謝謝你 好 不要亂入 好 不要亂入 好 謝謝 所以說呢 好 請不要亂入我們的記者會 好 謝謝 好 讓我們繼續我們的記者會 你們的黨團辦公室在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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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開記者會 你為什麼要站在我們的記者會門口 你為什麼我們開記者會 你為什麼要在我們記者會門口盯著我們 好 謝謝陳委員 我們要繼續記者會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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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記者會謝謝你 好 謝謝 我們記者會要進行 我們記者會在進行中 你們這邊不是公開的嗎 剛剛媒體都有錄到 陳委員在這裡逗留很久 我們從來不會在國民黨的記者會上 站在那裡盯那麼久 好 您表達您的意見了 要我們繼續 讓我們繼續好嗎 你現在請問站好 你現在 好啦 我們在直播中好嗎 好啦 瑞翔 你現在都在直播中 我首先看得到 我剛才好 好啦 不要這樣請問站好 好不好 不要請問站好 你沒有停我 我會走進來 你會去這裡 你們的同盤都可以拚 我們那天看人家 我就走過來 我現在有什麼要講 我想說今天要在講什麼 就這樣而已 我就進去那邊聽 好 謝謝您 那我們要繼續開記者會 陳委員 你已經幫我們開了 十分鐘的記者會了 謝謝你把媒體都好進來 不要亂入我們的記者會 不要啦 好不好 你不要再點我 你又再侮辱我 你給我上歇過你 我第一次上歇 謝謝 這是我們的記者會好嗎 這是我們的記者會好嗎 你不要再點我 我們從來不會在 國民黨的記者會 去站在旁邊 好 那我們繼續我們的記者會好嗎 好 大家其實看到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 就被國民黨的委員亂入了 那麼大家也看到 正論節目後面站著一個人 大家來看這個畫面 有沒有很像 不是說會比較大聲 就一聲了 你站在旁邊的門口 大家來看這張照片 有沒有很像 大家回去可以直接做候製 一模一樣 好 然後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我們繼續 中共的官媒 找人在正論節目上面盯燒 有人在國民黨的委員 在民進黨的門口 好 這張照片 一模一樣 你們看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大家自己去穿 這個正論節目今天下午 可以做一下 好 請謝謝 好 我們繼續我們的記者會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今天的主題 這一切不是純熟巧合 這一切就是非常明目張膽的理應外合 戰場就在台灣的立法院 中共用台灣的民主 在破壞台灣的民主 戰場同時也在台灣的社會 以台灣的言論自由 來強害台灣的言論自由 大家要特別注意 中共的統戰套餐 就是一個中央廚房 來提供這些統戰的定時 大家國人要有最堅強的心理防禦機制 我們不要誤實了中共的統戰套餐 而透過這些名嘴這些網紅 來作為統戰的外送員 國人一定要有非常好的防禦機制 來防禦這些認知作戰 那針對NCC組織法的修法呢 也請國民黨不要與錯在錯 國民黨不要執迷不悟 2006被大法官誓字宣告違憲 在2024年 固態不蒙的違憲修法 他還是違憲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先到這裡 有媒體朋友要發問了嗎 請問你為什麼給誰明珍 請問你這樣已經干擾到民進黨的記者會 讓我們記者會開完 讓我們記者會開完 你們國民黨點名我造謠多少次 我有站在你們門口講過話嗎 你們造謠我嗎 國民黨記者會點名我多少次 然後都造謠我 我有站在那邊嗎 不要點名我 我剛剛在你們這次公開的嗎 我們先讓我們記者會進行好不好 你們造謠我那麼多次 你們有在那邊翻譯過嗎 我們從來不會 要道歉的人是誰 我們從來不會在你們國民黨開記者會的時候 站在那裡 我們絕對不會這樣做 尊重彼此職權的行事 今天這個辦公室是民進黨黨團辦公室 你現在去門桌後 有這麼大聲 我把你放下 我把你放下 拜託 我們的記者會要繼續好嗎 你已經干擾了我們記者會15分鐘好嗎 我今天陳柏妍跟中文有做選法 你如果想聽到 沒贏做力好不好 我現在要繼續整個記者會 我真的沒有覺得想法 好啦 陳柏妍是選法也很懂 中文是大力士 我想跟他們在講什麼 陳柏妍 如果你有什麼功能的話 你可以提告 今天我覺得 你用同樣的態度 在面對我們這條新聞 我可以提告他 因為司法會真的很盲目 好啦 他不告我們 所以我們可以到下一次 我們在一開始 今天的媒體 如果你覺得你被侮辱了 不是跟這個盯場一樣 那你就去提照 好 不要再干擾 也不要 你干擾我們今天的 你也干擾所有媒體同仁 他們在做他們的工作 他們要發問 好嗎 各位媒體朋友 這就是中國干擾的手段 可以放進去 為什麼 我不能把這個記者會開萬 你可以開 你去開 沒有意見啊 你來 好的我們繼續 各位媒體朋友 真的是 來 尖叫雞 不好意思 來請問 我問一下 如果那個駐美代表余大使 可以爆亂花錢 然後還用蕭美琴的民意暴障 這是代表駐外人員的羅斯松 謝謝 我想針對駐美代表余大使 他這樣的一些作為 今天早上 行政院 州務院長 也已經對外來說明 會好好的去進行調查 會用高標準來要求 我們所有的外管 所有的同仁都要依據我們相關的法規 來進行相關職務的推動 那該調查啊 該進行的都讓行政部門去釐清 但我們也希望 我們所有辛苦的外管同仁 那大家在海外為台灣拼外交 那大家都辛苦了 那依循 依法來進行所有職務的推動 那這是我們期待的 也是社會期待的 謝謝 不是要不要一直造謠 好來繼續 下一題 還有其他媒體朋友 來請問 大家不要受到其他的干擾 請大家去 我沒有意見 這個人才覺得 要不要動不動造謠 而且我站在面前 給我直接造謠 陳政委員這不行 你這個干擾到我們記者會 時間很久了 我馬上走 我們是這個叫民政民進黨團的記者會 他說我盯上去你給我收回去 我經過你說我盯上 我不能接受 你知道嗎 他說我去我馬上走 我會有刺激嗎 好不好 你當然在我們舉行記者會的同時 在現場進行干擾 是誰要道歉 是誰要道歉 我沒有干擾 我們記者會 我們都錄下來了 我們在這裡 民進黨不會有任何的 在我們打算記者會的時候 我還在門邊喔 我還在門邊喔 我們記者會在記者會 但是又麻煩一下 你這不是公開的嗎 針對他 你這公開的嗎 你這公開的 你這公開的 我看他就這樣子啦 不要這樣 是誰正對性的 在我們開記者會的時候 站在那裡 所以我麻煩一下 我們要配合讓媒體朋友可以工作 這樣真的不好啦 這樣真的不好啦 這樣不好啦 我聽得到我 我聽得到我發聲 我沒有人在意外 他沒有人在意外 他沒有人在意外 而且你以前說 他人說也有事嗎 他要針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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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來沒有任何一個黨團在開記者會 其他黨的委員公然站在門口 還亂入來干擾我們招開記者會 請不要這樣好嗎 葉秀委員 你把玉珍委員帶走 我們還要繼續記者會 你沒有點進我以前 我一直站在外面喔 我覺得喔 大家常常都會各自開記者會 如果今天亂了這個套 那麼明天起 大家也都到別人的記者會門口去逗留 請問他是不是先點名我 可是你是不是先站在門口 而且你在門口超越 門口是你們家的嗎 我們現在把畫面放進去 在觀察我們開記者會講什麼 他站了數分鐘 好 那我們之後 所以他可以回辦公室看直播啊 那為什麼站在我們記者會 數分鐘在那邊watch我們呢 一邊走 OK